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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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儿子一直劝说自己先回国 以免出现签证过期 无法再次进入加拿大的问题 他宁愿守在温哥华等待消息 妻子相貌平平 这些年一直扶持着自己 一起打理他们在佛山的牧业和家具生意 自从有了儿子之后呀 对儿子更是寄云后望 甚至在儿子读高中时 就开始联系加拿大各大学校 即使有再多的不舍 也依然送儿子出国留学 这一走就是六年 这一次是他第一次到温哥华去探望儿子 他英语不好 正按他道理说呀 他不为自己乱走的 越想越后拍的他一下飞机就去了佛山政府 思维能够联系到中国驻温哥华理事馆的人进行帮助 自己又订了一张机票 再次飞往温哥华 父亲和儿子高举母亲的照片走访大街小巷 并借用媒体的力量帮忙找人 儿子一声声的喊妈妈 情急之小雅也会哭泣 真正14天 警方虽然已经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但掌握的信息无非就是汤姆失踪的地点 为他们本次来加拿大租借的家庭旅馆的门口 当时儿子汤远希正在帮母亲把行李搬上车 结果回头发现 人不见了 汤姆的护照和钱包都还在旅馆中 汤姆没有犯罪前空 也不曾得罪过什么人 所以溜走被绑架可能性几乎为零 父子两人无奈去了领事馆五次 希望得到一些线索 可事实总是令人沮丧的 诶 我知道 穿越了 或者就是被UFO吸走了 要不然自然了 我之前听说有个人躺在家中 然后莫名其妙的就自然了 然后就这样 没有啦 呃 警方又召唤了儿子汤远希再次询问 案发经过 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 这一回有一点疑点浮现 就是汤远希虽然神情淡定 但说话的内容是自相矛盾的 有很多细节 与之前波达911时说出的有出路 例如之前是说去接母亲去机场的 现在是说去接母亲吃早茶的 之前说母亲一个人在家庭旅馆中整理包裹 现在说其实父亲也在房间里 疑点没有背后扩大 因为汤远希的应用量非常糟糕 911接线人反馈说她连母亲的高矮胖瘦都描述不清 语言障碍正巧能合理的解释了她内容前后的矛盾 这让我想到了现在的留学教育 有部分人就是花钱去买学历的呀 警方调出了那家家庭旅馆在安方前后所有入住旅客的信息一一排查 这不查都知道 一查还真发现了另一个疑点 那就是在安方房间的国际也住了一个心疼的人 那个人不是别人 真是儿子 汤远希 汤远希在之前的笔录中从来都没有提起过这一点 而面对警方的质疑她解释道 自己本来是住在温哥华市区的 每天跑上跑下的堵车 为了更多时间的团聚就干脆在边上住下来 果然是富二代 我有钱 你管得着我吗 警方问为什么之前不提起 汤远希竟然回答道 你不问 我为什么要说呀 警方顿时也无语了 在取得旅冠允许后 警方进入了汤远希之前租的那间屋子进行查看 虽然来来往往已经住了两拨人 但仍然可以在房间的天花板 墙壁 床头柜 衣柜里找到血迹 由于时间已经隔得太久 汤远希在中国的病例还在等待翻译和整理中 所以警方一时间无法判断血迹归于何人 警方提出要去汤远希在温哥华市区的房子中看看 却被汤远拒绝了 哎呀妈呀 看了这以后住旅馆酒店啥的呀 要小心的 说不定就是某个谋杀现场 不过这看似孝顺老儿子疑点重重 赶紧抓人盘问盘问呀 人权 在警方没有拿到确认证据之前 他们是不可以击步的 7月19日立案发一个多月 在距离塔姆失踪地点近200公里处的 鲍尔河市附近水域发现了一个旅行箱 打开箱子一看呀 里面竟然是一具亚裔中年女士 尸体已经严重腐烂 头珠被折向胸部 整个人呀被缩卷成一团 随后 验尸报告中显示 女士经过了脊柱手术 背上了5个螺丝 而这一些正好与汤姆的情形完全吻合 鉴定死者就是汤姆郭连锦 我在这里说一句题外话 加拿大西岸区域洋流复杂 回流现象呀非常常见 除非真的能够把船开到海洋深处抛尸 否则基本上这些尸体 都会被洋流冲回搁浅 温哥华前后的两起杀人抛尸案 就是因为这逆流呀而被迫 所以看来这座案也是有难度的 得好好学地理 这一次警方没有立即通知汤家 而是派了一个25岁的女卧底 去接近汤远希 这女卧底拨通了汤的电话 并约见她 她说有她妈妈的线索 两人在星巴克喷了头 女卧底声称自己和朋友在钓鱼时 发现了一个行李箱 里面是一具尸体 穿着和汤姆失踪时 是一样的蓝色上衣 汤远希很淡定 起身走人 并说道 我只想找回我的母亲 此需物有的罗战 不应该来找我 女卧底在停车场上追上了她 并低声说 兄弟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也是干黑道的 你妈这一看嘛 就是被人打死的 要不你给个假 否则我就把尸体交给警察了 然后呀塞了张指头给她 上面是联系电话 当晚做贼兴趣的汤回拨了电话 她说她没有钱 不过她有办法能搞道歉 要不然就是给父亲去一个电话 说母亲是被绑架的 她父亲是一个有钱人 一定会出现熟人的 再一次见面时 女卧底带着她见了自己的老大 一个人称三合会成员的香港人 当然了也是卧底 老大对汤远希说 肆体的销毁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啦 但是需要知道细节 这样才能万无一丝 防止警察的怀疑的啦 哦 怪不得我听说这么多年 齐警一直在招募不同族裔 不同背景的人 除了基本英语的要求外 还有说local language 原来是在偏要卧底呀 那这个儿子嘛 正好让他们去练练手了 是的 一开始呢 汤远希也是有所怀疑的 但是当她从卧底老大口中 得知了炮石箱的大小 颜色型号的她就彻底相信了 不但详细的告诉老大 她是如何杀死母亲的 并且智商欠费的汤远希 还被老大套了 卧底老大告诉汤远希 她认识一个人 还正晚七块死了 让这个人给他顶罪 是最合适不过的 但是这个人脑子在化疗时呀 生糊涂了 要汤远希跟他演一下 杀人的整个过程 老大还用手机拍下来 让那个顶包的人啊 好好排练排练 当局者迷的汤远希 还真的微妙微翘的 原封不动的演绎了一遍 完整的过程呢 也被拍了下来 而之后 居然和老大还预定了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让老大顺手 把自己的父亲给盖掉 他说 我爸死了 他的钱都是我的 一开价我肯定出得起 啊还真是他杀了自己的母亲呀 居然还要去侍父 在外界面前 等于是那么尽力的去找他的妈妈 干嘛应该思考影迪啊 在汤远希的眼里呀 父母对自己一直是很严厉的 不断经济制裁 连行为都受到约束 他必须每三天给父母打个国际长途 每次通话时间不得少于20分钟 要不然就停了下个月的生活费 他不可以交女朋友 连国内的初恋也被母亲给交了 但是呀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他骗父母说要交学费 房租买车买房 甚至办移民身份 这些父母都认为是合理的 所以都给钱了 而事实上呢 他有个同居女友 两个人嘻嘻哈哈 花着这些片白的钱 或者滋润的小日子 他原本会在09年来到 温哥拔国学学院 酒店管理专业的毕业文凭 但由于两文功课没有完成 所以到2010年才毕业 毕业以后 也没有能够找到工作 只是在餐厅打打零工 每天做3-4小时 最多5小时 每个月的收入 仅能够支付850元的房租 他手上持有的是房屋前证 和永久居留权占卜上边 而他这次世母 可以说是一次爆发 案发大天 母亲正在收拾东西 无意间从一堆垃圾中 发现了他的租车收取 才知道呀 儿子所谓的新车 根本就不是买的 是租来装门念头 母亲起了疑信 要求去他市区的房子看看 但这个时候 唐远希的女朋友 正好还住在里面 如果母亲过去了 肯定就漏蟹了呀 所以呀 他几次阻断 但失败了 终于他起了杀心 用一把铁锤 砸向母亲的头部数次 然后没有装头 污死了 整个过程20分钟 唐远希把尸体 装进了一个大的行李箱 运回了市区的房子 之后在八号早上 回到了家庭旅馆 敲开了父亲的门 问有没有见到母亲 后来发生的 就像开篇所说的一幕了 他在父亲第一次回国期间 不慌不慌地抛尸 并且回到旅馆清理现场 他随身携着铁锤 还是心理变态呀 这里呀 还有一个狗血剧情呢 他其实最爱的 并不是和他同志的女友 而是他之前的女朋友 这个女孩子呀 是他的高中同学 被他母强行财散 他过去六年内 每次回国 都会偷偷窝窝窝的 一周女孩见面 甚至有一次 在父母送他去机场后 他改签了机票 和中国女友双宿双飞一个月 这个和他前后八年的女友 是他的至爱 而汤姆呢 则是他俩的绊脚石 在安放前一文 这个女友呀 在网上跟他聊天 说前几天 他去做的人流 是汤圆系的 中国未婚生子很难交代 所以不得已进行了 他安慰女友许久 心里呀 对母亲总是怨恨载道 于是 就拿了一把铁锤 放进了随身的包丁 希望呀 一有机会就下水 这作案动机倒是很充分 可二十分钟的尸杀过程 妈妈会不会一直看着她的儿子 他会在想什么呢 为什么是我的儿子 我爱的孩子 他要如此对我 我应不应该祈求他对我手下留情呢 我的儿子呀 他真的不能再容忍我了吗 我是比较严格 可是这是因为二的方式不同呀 我没错 我的儿子他有错吗 2012年9月7日 皇家骑警宣布此案侦破 逮捕汤圆系 并控告一级谋杀罪 老父亲在得知后呀 皱起了眉头 他家大业大 本想着儿子稳固成长后继承 现在呢 家也直接没了 受着财有什么用呢 这样一个儿子真的要保他吗 加拿大一级谋杀罪监禁终身 且25年内不得保释 25年后 儿子已经半入黄土 能够翻身吗 如果能定为二级谋杀罪 起码浮满十年后能够假释 而这一级和二级的区别 就在于有无杀人意图和预谋 一边是世人已故的悲痛 一边是儿子命运的转折 顶着压力的贪腐 一夜之间老了很多 或许是咬糊涂了 也或许是内心 还真的想去救儿子 他决定找一个好律师 帮儿子打一点官司 OMG 不能收下来 这样子儿子要她干嘛 从12年到15年 整整3年 老父亲显示出了他自认为的父爱 他先是照谣出流言 说自己在国内养小三 而这为什么要养小三呢 就是因为王岐儿 是一个非常有控制力的女人 她管丈夫是从头管到尾 包括捡什么放鞋 跟什么人吃饭 兜里揣着多少钱 而这种做法的反作用 就是自己干脆补钩 找一个小三做安慰 这来温哥华住了两间房间 还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因为夫妻分居 演不见为敬嘛 国连街有个不服馆的老公 怎么办呢 他只好集中火力去控制儿子 强迫儿子以他的方式生活 如果不服 他就用各种方式去胁迫儿子 而这次来温哥华探亲 有另一种说法 就是因为他在国内听到风声 说儿子在这边交了女朋友 汤姆过来就是为了猜上他们的 因为他的佛生已经找了一个门当户队的儿媳了 在汤姆的描述中 汤姆就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控制 儿子侍母证据却早 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 给他铺一条精神病的路 一个病态的家庭 父亲长期出会 母亲控制儿子疯魔了 精神病的妈养了一个精神病的儿子 精神疯劣可以不判罪的咯 可惜啊 这儿子没有很好的配合父亲去演这一出戏 在多次精神评估中两得分正常 为了得到更多的证明 齐景再次派卧底去打探虚实 汤远欣又一次傻不拉机的告诉新的卧底 说他很早就想杀掉他的父母了 尤其想在加拿大下手 因为这边的警察比较好骗 而他的计谋是先杀了母亲 再杀了父亲 然后继承他们全部财产 他会卖掉中国的三套房子 和中国女友远走高飞 奇葩奇葩 这小子都不想想 他啊怕杀了自己的父母 人家女孩敢不敢杀了他 万一有一天 他连岳父业母都可以杀了 老爷子在正式开庭时 还表示 这么大的一个男孩 到哪里去倾诉他的情感了 现在他自己的孩子没有 自己的谎言也会被母亲所发现 情急之下只有杀了母亲 这很显然是临时起义 在休庭时 老爷子从被告系走过 儿子主都问 吃过了没 父亲很慈爱地回答 吃了 你冷不冷 然后对儿子在开庭时的表现 竖起了大拇指 很诡异的气氛和表现 老爹 你就一点都不为你的王亲难过 还算好你儿子一再表示要杀你 不然啊 你们就是同谋 有关汤远西到底是否有预谋 去世母的讨论 进行了五天 最后被裁决为二级谋杀罪 判刑17年 我认为啊 这件事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父母对儿子的教育问题 就如同前段时间无懈于 世母以安 都是扭曲家庭教育下的一种悲剧 虽然说儿子很渴赫 但母亲就一点都不可怕嘛 而是被整个家庭所溺爱的熊孩子 在物质上的溺爱换来的可能是精神上的控制 从而导致的性格偏差 汤妇之所以想要保儿子 我想可能也是一种赎罪 一直说青春期有叛逆 但其实整个人生 只要你能够独立思考 就存在叛逆的可能性 只是能否自我控制 选择理智还是情感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到底应该如何把握这个度 这不仅仅是孩子的自我调控 也是父母应该去思考和酌情处理的 没有对和错 只有大家是否走在同一道上 大家对此案 儿子世母的极端行为 母亲严厉的管教 父亲的保子行为 有何看法 我想听一听你的声音 欢迎留言 最后希望大家点击关注此频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